他在50年来 在躲进摄影里面 为什么他一直不满足的现状 一直在追求 这就是艺术家本来的性格 他们都在追求极致 追求完美 光阴剧场 黄渤记光阴50载摄影回顾展 5月20日 与锦阳艺文中心 隆重举办开幕典礼 活动当天 创作者黄渤记医师 创架代表 崇玉柱副理事长 云林县政府文化处 林梦怡处长 嘉义市美术协会 张玉敏理事长 云林县摄影学会 许平和荣誉理事长 与艺文界人士 及黄渤记医师的亲友 接丽临到场祝贺 典礼在优美的小提琴 及钢琴演奏中 揭开序幕 创架近年来推动 艺术社区化 社区艺术化 带给中南部民众 不同的艺术饗宴 犹如黄医师回顾摄影 50年的经验谈到 摄影就是能够 让人感动的画面 就是把它拍摄下来 那就是好作品 以摄影创作的情感 打动人心 小娃娃娃的系列 这个摄影的作品 这就是反应黄医师 他有一种人心 人数的一种表现 对这些 当这个年代 罹悟这种并生的小孩子 他投注的关怀 投注的一些情感 这种表现 黄渤记善于捕捉人物 真情流露的片刻 传达出对社会的人道关怀 是一幅幅台湾社会时代的缩影 光阴剧场黄渤记 光阴50载摄影回顾展 展览自即日起至9月1号旨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 锦阳艺文中心参观